大家好,我是Charlotte,我是聯合醫院急診室的護士 在急診室,我們會遇到不同範疇的病人 包括老人家、小朋友、大人甚至是孕婦 病人來到急診室會接受姑娘的分流 然後根據病人的病情嚴重情況 就會被安排到不同的區域去等候和接受醫生的治療 另外,急診室的護士也會負責急救房的急救程序 以及處理傷口的位置 這是我們聯合醫院的急救房 我們每天都有一個同事負責急救房的程序 亦有一個常規是要負責檢查急救房的所有儀器和藥物 要準備好、準備好 萬一有個案子、有患者進來要進去的話 就會立即準備好 首先,這個我告訴大家 這個是救急車 我們要做的事情,平時要檢查齊藥位 另外,這個是急激燃的 我們也要注意到 我們也要檢查它的功能 它的溫度要保持得好 有機器 裡面也會幫病人打回維生治療 這樣就有血壓、血含氧量 這些都是呼吸機 有些病人如果呼吸不太長時間 可以用這個機器來幫助 這個的,或者是去加計程序 於常體的心臟用物體的時候 我們去充買一些藥物體 譬如說是教育神移和藥物體 在對方自己的在階段 同意向予大家的電視機上體 都是差不多 EQ高和樂觀都很重要 因為你處理突發的時候 EQ是很需要的 還有生離死別在急症室是特別多的 樂觀是一個很重要的條件 去處理自己的問題 還有對病人或家屬都會有幫助 如果大家都想投身護士行列 其實很簡單的 只要有一個對病人好的心 就已經足夠了